今年以来 这个菲律宾不是换了新的领导人 美国军事合作就加强了 那菲律宾军方就特别激动 这就导致现在中飞关系非常的严峻 按照王毅政治局委员 王毅外长的说法就是到了十字路口了 很严峻了 对不对 然后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今天呢 这个菲律宾外长打电话过来 是他感觉到形势发展可能对他有危险 是吧 因为中国这几天 应该是有一点 就是动作比起来大一些 这个好像卫星图片 咱们在那个王毅岛集聚了一批船 船在附近的一批军舰 这个 所以那个 他也知道形势严峻 而且菲律宾现在有一些政治人物出来讲 比如说他的首富 还有前外长都出来批评 说我们被美国利用 这个跟中国斗 那个绝对不利的 所以大概就这么情况 就是正如王毅外长讲的 因为菲律宾方面的政策错误 导致这个关系现在很紧张 到了某个 实质入口 然后呢 因为中方现在有一些动作 但这个动作 其实都是小和财 附近的角度 就很小一些动作 我们根本没有拿出看家本事 只是一些小动作 他已经有压力了 然后他们国内也开始有反弹了 这个时候呢 当然他就着急 所以他打电话过来了 那么咱们王毅外长 正好借这个机会 发出了严厉警告 这个就告诉他 这个变化是你造成的 就你别惹事啊 那个所以有问题 我们承认 但是过去的经验 是可以控制好的呀 那为什么现在 现在问题尖锐了 就是你闹事呗 所以王毅外长 第一点特别对啊 最近的紧张是菲律宾造成的 然后状态就是到了 十字路口 很危险了 所以后面就接着警告吧 你这个不能以危险啊 否则我们会 依法采取坚决的措施 咱们讲话呢 都是留于余地的啊 这是中国外交的一个特点 不像有些国家啊 他口气比较大 印度是另外一个典型 口气比利息大 经常干那个事 咱们呢 这是很含蓄的 知道吧 所以有时候 看立场啊 中国讲的立场 你得再加个二十分 印度立场减二十分 那就比较符合适时 然后呢 这个我们讲话的时候都是含蓄的 那么这个王英外来讲 就如果你们菲律宾一意步行 特别是拉上不怀好意的 域外国家 域外国家现在很 实际上心知肚明很多嘛 美国啊日本都是域外国家 如果你要一意步行 又拉上域外国家 那我们肯定要依法 采取反制措施 这个话我想是 第一很必要 很明确 第二呢 肯定是有准备的 是吧 所以我们希望啊 通过对方 缓和矛盾 如果你要身体 我这边 中国这边 肯定是准备好 菲律宾外长马拉罗呢 是比较强硬的 你去看他在美国的讲法 在菲律宾国内的讲法 都是非常强硬的 只不过就是说 现在因为这个矛盾起来了嘛 中国开始啊 小事留刀了 他受不了了 他是情势所迫 后来给咱们王毅外长打电话 就他立场来讲 他相当强硬的 而且就是他跟王毅外长 对话的过程中 他讲了 缓和矛盾问题 必须与双方可以接受的方式 来解决 这个就话里有话呀 缓和矛盾这个事件 是菲律宾人为造成的 对不对 这是99年5月8号 我们使馆被炸了 中国人民一片悲痛 第二天跑去 上我们岛去了 那一步战着岛 他不就没这个船 对不对 我们解决 把那个坡船拖走 或者让自然阶级不就完了嘛 那不是 以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式 这个就有问题呀 这个问题是礼仪造成的 然后还有我们俩都可以接受 这话里有话 我没有认为 马拉罗那个立场有短话 没有这个情况 至于说 这个更值得重视的 就是小马克思总统 最新的讲话 尤其是在日本的讲话 那个讲话呢 就讲 他的那个 南海政策要 泛式转变嘛 那个还有后面讲的 中国是对整个 这个周边的威胁 要组织 就拉上 志同道合的国家来对付我们 我觉得他整个确实是对抗的 我的理解 泛式转变就是跟那个 阿罗约亚跟 乌特尔特就不一样 他们都同意中国的 各自争议和我们开发 他不是 那个 我估计他要在 中央是跟我们斗 而且拉上日本 美国来跟我们斗 这是他的范式状况 你对此 对这个讲话 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呗 他真的拉上 那个美国 日本来斗 那我们就跟他斗呗 2016年中美不是斗过吗 对不对 其实因为我反复讲 其实在台海 东海 南海 中国确实上有优势的 他真的把美国 日本拉进来 然后要躲 我觉得他们是要吃亏的 对不对 自讨没趣的